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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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簡少年 歡迎收看我們現在的課程 指揮斗術風水學 那風水到底是什麼 方向大家很好奇 到底是有沒有這個山啊 還是真的要有風啊 真的要有水啊 還是說老師常常有人提到 什麼這裡擺水晶啊 然後那裡有磁場啊什麼 到底風水是什麼 好其實風水分兩大流派 第一個是我們所謂的行家派 行家就是跟形狀有關 所有你看的到形狀 例如有山 有水 什麼開門建造 頭上有樑 這都叫做行家派 他講的就是呢 透過呢對於這個外物的形狀 我們去推斷這個風水對你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行家派 第二個類型呢叫做禮器派 禮器派就是會有你家的朝向 例如說我這個是坐南朝北 我這個床頭朝西 然後說我家裡的哪裡磁場比較好 所以應該要有個柴位 然後去摧柴 哪裡是我家的這個文昌位 所以在那邊讀書 欸考試會變棒 這個叫做禮器 那我們今天教的這個 紫維抖術風水學呢 其實是屬於禮器的一種 畢竟你看不見這個紫維抖術嘛 紫維抖術的風水學 其實強調的是磁場對人的變化 那究竟為什麼磁場對人會有所改變呢 其實呢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推斷 是說因為人的血液裡面含了這個鐵的成分 因為有這個鐵的成分 所以呢每一個空間的這個磁力 會對你造成細微的一個影響 而這個細微的影響呢 今年累月的累積之後 就會變成什麼 你身體上面的一個瑕疵 或是一個吉利的部分 那因為這樣子呢 對於你的生命就會產生很大的不同 所以有時候可能因為這個磁場不好 久了就會讓你腦殘 做出愚蠢的決定 最後你就會倒霉 再來呢就是有的磁場很好 會讓你這個血液循環變好 然後心情愉悅 所以呢你做的決策就會比較對 因為決策做對了 所以你的命運就會變好了 而紫維抖術風水學 跟一般我們常常聽到的什麼 家裡面分成九個方位 然後做南朝北之後 要在哪裡做會比較旺 欸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其實呢紫維抖術的這個風水學 討論的是你個人的磁場 所以呢他小到啊 就今天我今天在我家裡面 我坐在哪一個位置他會忘財 哪一個位置會忘桃花 再大一點到 欸我今天在辦公室裡面 我的住在哪一個方位 是辦公室的南方還是北方 才會讓我比較容易升官 再更大到 我今天在一個城市裡面 舉例來說 我可能在台北 我是在台北的南方 還是在台北的北方 我比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 或遇到對的人 再往下更大 可能是整個台灣 在台灣我要在這個台北 台中還是高雄去做發展 才會發展的好 這都是個人的磁場的影響 更大情況可能已經到了全世界 今天我到底要到日本發展 還是我到美國發展 還是呢我要去菲律賓 哇這些選項呢 都會跟你的個人磁場 有非常大的一個關聯 所以呢紫維抖術的風水學 討論的是你現在這個人 他在這個時間點 例如這個十年 或是在今年或是明年 你比較適合在哪一個方位之中 而在這個哪一個方位 它的效果可能是不同的 有的方位呢 是對於你升官特別好 有的方位呢 對於你讀書特別好 那有的方位呢 可能就是讓你發財 甚至呢你說 老師我今天想要去遇到我的真愛 我到底要在哪一個方位 比較容易發生 也都是在這個紫維抖術的風水學裡面的個人磁場 去影響著你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風水學其實分三塊 就是分天也就是天磁 所有的這個行星對你的影響的一個磁力 再來呢是地 地就是所謂的地氣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有所謂的龍脈 還是它在這個龍穴底下 然後呢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很好的水 很好的山 這叫地 而最關鍵的是什麼 還是回到這個人 就是人呢在這個天地之間 怎麼樣找到一個最好的位子 和最好的一個磁場 來發揮達到自己想要的狀態 這個就是紫維抖術風水學裡面的一個關鍵 我們討論的是 你這個人在天地之間 最好的一個位子到底是在哪邊 所以呢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風水學啊 它並不是指說只能在你家用 或是只能在辦公室用 或是只能在要讀書的時候用 而是在任何一個地方 甚至你在咖啡廳辦公的時候 只要你知道東南西北 你就可以找到 要對應怎麼樣的位置是比較好 它甚至可以想到什麼 小到你今天要跟你的另外一半 一起出去約會 哪裡感情比較容易加溫 那再大一點可能甚至是 你在辦公室裡面要開會的時候 跟客戶開會 究竟你要做在哪一個方位 你比較容易談成生意 那比較有趣的可能就有人會問我啊 欸老師那我打麻將的時候 做在哪一個方位可能比較容易贏 其實呢 它都是有所效果的喔 舉例來說 我們可能在指揮斗書的風水學裡面 看說其實你這一生 是往南比較激勵 往北比較不好 所以呢 不管你今天做任何選擇的時候呢 你都會往南去思考 這樣的話呢 就能達到一個激勵的效果 可是呢 要不要注意的地方是 它並不是一生都是這樣的 它可能呢 是在這十年適合這樣 或是今年適合這樣 所以你從中呢就可以知道 欸到底我今年做的這個決策 或是我未來五年的規劃 我適合在南方自產 還是適合在北方自產 我適合在南方談戀愛 還是適合在北方 所以我們在學會以後 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欸今天你可以幫朋友看 知道說 喔 你現在這個事情 要往南方比較激勵 然後不太適合往北 都是可以輕鬆的看出來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這個紮實的 來看紫微斗塑的命盤啦 所以我們課程的難度 從剛剛的這個概論 忽然間很大的幅度的提升 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用的軟體 叫做文墨天機 我圈起來給大家看 這個文墨天機 好上面有講 這個呢算是目前啊 每一個紫微斗塑師啊 都會使用的排盤軟件 之中最好用的 我們現在看到紫微斗塑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符號 有很多的字 很多的數字 還有對應的公位 那這些呢 都是以前在學紫微斗塑的時候 得一個一個自己寫下來的 在我們最早學的時候啊 我們要學會每一顆星星在哪 然後它要寫下來 然後再排出來 最後呢得出一個人的命盤 前面的前置作業啊 可能就要花上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 紫微斗塑這個技術 在以前的時候很少人會 而後來變成很多人可以用 原因就是 拜這個電腦的方便所賜啊 所以最早的時候 你常常聽人家講深層八字 深層八字呢 就是八個字 在我們的文墨天機裡面 也是有這個八字的喔 給大家看 我們一樣幫大家圈起來 當你打完你的深層之後 底下就會看到 中間這個區段裡面有八個字 這八個字分別是四個天干 四個地支 這個天干跟地支的組合啊 就是所謂的八字 有的是從左到右 像它這個就是年 然後這個是月 這個是日 這個是時 所以呢我們就會說這個人啊 他是這個鬼亥年出生 然後五月出生 然後鬼友日 然後更生時 這個時候他出生了 以前大家講這就是 傳統中國這個文化底下的 出生年月日 也就類似我們現在講什麼 1987年6月12 13點生 像是這樣 那他只是換成了一個 欸 早年這個中國文化裡面的 天干地支的符號 在古代的時候 我會根據這個天干地支的符號 去判斷你的五行的組成 例如說你是火多一點 還是水多一點 還是土多一點 那假設你的土太多了 所以我們要卸掉一點 我們就會說啊 你就是命理缺金 因為土會生金嘛 所以金一出來的時候 你的土就會變少 那土變少之後就會平衡了 整個的八字邏輯 跟我們傳統的儒家思想很像 我們認為中庸是最好的 所以越平衡你的命 發揮得越好 所以事實上人生也是這樣 例如說桃花這東西剛剛好就好 太多你不知道選哪一個 太少你會覺得孤獨 那錢也是一樣 錢太多 欸其實蠻棒的 但是呢 事實上很多人他中了樂透以後 他人生並沒有快樂 反而崩毀了 所以錢太多 可是其他東西太少的時候 有人說一句話叫做 窮的只剩下錢 那也是一個不好的 所以錢呢也是剛剛好就好 就是我想買的東西都可以買得起 我想要花的都可以 欸剩下剛剛好 不要太多的時候 反而成為了一種負擔 好這個就是八字的一個基本邏輯 那因為他只有八個字嘛 所以一下就寫完了 這就是古代的時候 八字比較火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有電腦的關係 我們現在也跟排八字一樣 我們只需要這個幾秒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啪得出了我們一整個命盤 那根據這個命盤呢 我們就會開始做出對應的解讀 來告訴大家 欸怎麼樣看出你的這個風水 哪邊是忘你的 哪邊是對你不吉利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每個格子呢 他的這個右下角 有一個天干跟一個地支 每個人其實命盤裡面的這個地支是一樣的 什麼地支 下面這個子是一樣的 好所以他的順序都一樣 他是十二地支就是 子 醜 銀 卯 臣 四 五 衛 身 有 虛 亥 好這就是十二地支的一個順序 其實就跟生肖也是一樣 因為子對應鼠嘛 所以是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姬狗豬 是對應的 傳統的天干地支裡面呢 這個子代表的是北方 那對應對面的這個五呢 相對應一定就是什麼 就是南方啦 好然後 卯呢 就是對應到這個 東方 然後 有呢 就是西方 好 所以我們建議打開一個子圍斗樹的命盤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知道 東南西北 到底是哪邊 對應的格子是哪一格 好 那我們這時候左邊幫你換了一個圖 讓你方便直接看出來這個子醜銀卯的對應跟東南西北 所以呢 這裡面比較注意的是 大部分的圖喔 都是上面是北 對吧 下面是南 就你看很多防型圖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可是子圍斗樹是反過來的 它是下面是北 上面是南 所以它是反過來的 那因此呢 你要做的時候 你要看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轉換的過程 好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看到一張圖 這張圖呢 是一般的這個戶型的平面圖 它上面是北 對不對 但是呢 你的子圍斗樹是下面是北 這樣不好看 所以我們得幫他做一個轉向的動作 這時候呢 北就在下面了 那就跟子圍斗樹的位置是一樣的了 我們先把它轉成這樣的一樣一樣的方向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找出這個到底你家的每個空間 跟子圍斗樹盤的對應點是哪 所以呢 我們會把什麼 我們會把這個子圍斗樹盤做一個壓縮 有看到嗎 把它壓縮成為一個跟你家戶型比較像的 然後接著呢 左上角的這一格 因為它東南西北已經對應了嘛 北的位置已經對應了 所以就是你家裡的這一格 有看到嗎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把你家的 你家的這個地方的能量是什麼 所以我們只要能理解這個位置的對應 剩下我們只要可以解讀 這個子圍斗樹格子裡面的吉胸 和我需要的東西 我就可以知道 哦 原來我家的那個位置 現在的磁場是吉利的還是不好的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後面的課程呢 就會專注在告訴你 欸 到底哪一個地方是屬於 所謂的 跟桃花有關的 還是跟財有關的 因為我們會把你家 就像子圍斗樹一樣 分成這個12個格子 分成12個格子之後呢 我們就會知道 到底你家這些位置的磁場 好壞 是在哪個地方啊 那你可能會說 老師那中間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在課程裡面的時候 其實會讓先教大家玩格子 是方便大家理解 但事實上呢 它其實不是一個方形的結構 它其實是一個 從中間輻射出去的結構 這樣的話呢 大家就比較能夠理解啦 它其實是每個地方還是有四個格子 輻射的區域呢 就能把中間的部分也包含進來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來講 如何從子圍斗樹來看風水的第一步 因為這樣你就會學會知道 你每個這個家中的地方的能量 到底是什麼東西了